圣主求祢不要舍弃我 我主求祢不要远离我 我的圣主 我的圣主 求祢快来救护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Amen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耶稣与门徒们传教的时候 有一群妇女们占助耶稣的扶床工作 保祿她去扶床的时候 有教会占助她扶床的工作 那这个教会就是在菲利波的团体 所以在今天的读经里面 我们讲听的就是保祿要感谢这个团体 赞助她的传教的生活 她说没有以前没有什么团体帮助过我 但是就你们 你们是最棒的 你们帮助我 那这个我们看 可能在我们的现在的教会 我们可能也可以学习 这些妇女们也可以学习 这个菲利波的团体 赞助我们有很多很多传教式的工作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催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催恋 上主求你催恋 基督求你催恋 上主求你催恋 上主求你催恋 请大家祈祷 全能人之的天主 由于你的恩宠主佑 你的信徒们才能相成的赞美你 可以的侍奉你 求你使我们顺利选获你的恩许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圣保禄宗图 至斐里博人书 弟兄们 我在组内非常喜欢 因为你们再次表现关心我 你们一向关心我 只是没有表现的机会 我并不是因为贫乏才说这话 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在任何环境中常常知足 我知道受穷 也知道享受 随时随时随地 或是保育或是饥饿或是富裕或是贫乏 我都得到了秘诀 我来加强我力量的那一位便无所不能 然而你们分担了我的困苦 你们做得好 你们腓里博人也知道 当我在传福音之初离开马其顿时 没有一个教会在金钱方面供应过我 只有你们 我在德萨洛尼时 你们还是一而再地把我需要的送来 我并不贪求馈赠 只求你们的盈余不断增加 归在你们的帐上 我收到了你们送来的一切 而且有余 我从厄帕洛迪托 收到了你们送来的芬芳的献帝 天主所悦纳而重义的祭品 我的天主必要照 祂在基督耶稣内的丰富 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敬畏上主的人真是真有福气 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 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 酷爱祂诫命的人真有福气 祂的子孙在世必会强盛 一人的后裔必蒙祝福 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 敬畏上好施的人必然幸福 祂公正无私处理事物 因为一人永不动摇 祂将永远被人怀念 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 祂必心智坚定 无孔无忧 祂施舍钱财 浮弱济贫 祂的人风万事流芳 祂将头脚争容 受人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 阿雷路阿雷路阿雷路亚 赞美天主 耶稣基督是富足的 却成为贫穷的 是要你们因祂的贫穷成为富足的 赞美天主 阿雷路亚 赞美天主 阿雷路亚 赞美天主 阿雷路亚 赞美天主 愿主 圆主与你们同在 明ought 第一代心灵同在 共度圣路加福音 祝愿光荣归云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我告诉你们 要用不义的钱财缴接朋友 这样在今天持续价值的时候 有朋友接你们到永远的账目里 在小事上忠心的 在大事上也会忠心 在小事上不义的 在大事上一定也不义 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 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务上不忠心 谁还把属于你们自己的交给你们呢 一个家仆不能侍奉两个主人 他若不是恨这个而爱那个 就是忠于这个而轻施那个 你们不能同时侍奉天主 又侍奉金钱 探财的法利赛人听见这些话 就咬咬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在人面前自从一人 天主却知道你们的心 因为在人看来是崇高的 在天主眼中却是可证的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全部平安 今天的福音就是延续了昨天我们所听到的 昨天听到的就是这个 不义的管家 以后耶稣后面的他就成长 成长这个管家 以后他就讲了继续讲了今天我们所听到的 所以刚才耶稣说的 说你们要好好的利用不义的钱财来交接朋友 以后这个钱财失去了价值的时候 有朋友会带领你们到哪里呢 到永远的账目里 你们要好好的利用你们不义的钱财 好好的利用你们的不义的钱财 我们就想一想 我们的钱财是不义的吗 我们不是工作的这么辛苦的 我们才有一点点的这些钱 还说这个是不义的钱财 那如果我们说没有我们都没有不义的钱财 那我们还要用什么来交接朋友 为了将来会进入这个永远的账目里呢 耶稣所指的这个不义的钱财 所有的我们所拥有的 那这些我们今天有的明天就没有了 那这个就是不义的钱财 属于这个世界的钱财 那相反的就是真实的钱财 在今天的福音他有讲的 真实的钱财 那真实的钱财是什么时候我们会得到 就是我们进入永远的账目里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是真实的钱财 好我们要好好的利用 现在现世我们所拥有的 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 我们好好的用这个 因为我们确定有一天他会失去他的价值 到了明天没有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价值了 好好的利用我们现在的钱财 那耶稣跟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 要交接朋友 要用这些的钱 要用这些的钱去建立一些的友谊 一些的朋友 那这个朋友后来会带我们进入永远的账目 那这个朋友到底是什么 有一个拉比 他说 现在有钱的人帮助穷人 在现在在世界上有钱的人帮助穷人 将来在另外一个世界穷人帮助有钱的人 所以现在有钱的帮助穷人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将来 因为我们现在为穷人所做的将来 我们会得到这样的赏报 有一个主教 就是米兰主教有名的 那个圣安博 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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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的 他说 瓜父 还有谁 瓜父 穷人 还有 孤儿 这个就是永远的残酷 永远的残酷 所以我们就有这些 在我们的残酷里面有这些人 那这些人会带给我们什么 将来这个是在 在那个永远的藏目里 所以意思说 我们现在就是要照顾这些人 照顾这些穷人 照顾这些古儿 瓜父 这个是我们在旧约里面的 天主的要求 耶稣他也一样的 他跟 跟门徒们在那个最后晚上 有那个妇女 把那个非常贵的 那个 那个 相依 我他身上的时候 他就说了 穷人都在你们身边 穷人都在你们身边 所以 耶稣今天又告诉我们 我们要好好的利用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 但是这些的 有一天就会失去 他的价值 他还有价值的时候 好好地利用他 去帮助这些 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因为这个 拉比赎 跟我们讲的 因为他们这些人 会帮助我们 在将来 会帮助我们 因为他们这些人 会带领我们 到那里 到永远的藏目里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 祈祷的意向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 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祈祢直到 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 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 为卷神 求祢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弊 小爱你 我们决意 把个人今天的一切 苦乐 成败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 圣母玛利亚 祭出圣人圣女的荡漾 终身是佛名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愿求你 使人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一切恩人 使人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实体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实其人的安慰者 圣神 庆祝于我们 其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 少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三位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三性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以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服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你们去传报福音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我 Então 谇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